绝对是皇亲贵重 女子带家传宝物来建宝 称是爷爷赠送的 专家看后惊慌失措 忙问你爷爷什么来历 和慈禧太后什么关系 女子带的什么藏品呢 专家为何会如此发问呢 先给舰长点点赞 咱们接着往下看 盒子装饰得很精致 看起来绝非繁品 只见一柄纯绿色的玉如意 展现在众人眼前 主持人看到后 也连连称赞 你这个玉如意 看起来十分好看 你是怎么得来的呢 女子也是直言道 这是爷爷留下来的 爷爷说 也是家里的人留下来的 那是大约在清朝晚期 据说是一位皇帝的心爱之物 因为时间太久了 爷爷也说不清楚 听完女子的解释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很显然 这如果真的是家传之物 那么女子一定和皇帝 沾点亲戚 看到大家如此稀罕这柄玉如意 女子接着讲道 这些年来 为了伺候好这位宝贝 他们家可谓是下足了本钱 甚至还在家里 专门定制了一个储物柜 人家都说 玉能纳祥 自己家也盼着 这个玉如意 能带来福气 既然这么贵重 又能纳福 您干嘛还要把它卖掉呢 面对主持人的疑问 女子脸上突然露出来一丝尴尬 她坦言道 这次来的确是想估个价 碰到合适的人也愿意出手 之所以打这块玉如意的主意 并不是家里遭了难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吗 在主持人的追问下 女子道出了实情 她的孙子到了要上学的年纪 很可惜 自己家不在学区房范围内 为了给孙子创造优秀的升学环境 家里人就打算拿这一块玉如意 换购一套学区房 老话说得好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奶奶当的也是真的合格 得知女子想拿如意换套学区房 专家们也是格外谨慎 绝对是皇亲贵重 女子带家传玉如意来节目健保 专家看后惊慌失措 忙问爷爷什么来历 女子把玉如意拿到专家的手中 专家们把如意翻过来转过去 瞧了大半天 果然发现了惊喜 专家说道 这件玉如意整体造型十分工整 而且它的寓意十分好 在看着如意上雕刻的龙不是四爪 而是罕见的五爪 显然这是不合规矩的 因为清朝皇室有着明文规定 四爪是芒 只有亲王可以使用 五爪那可是皇帝专有 一般人要是敢用 可是要杀头的 想到这里 专家急忙问道 你祖上究竟是什么人 敢用这五爪龙纹 面对专家的问题 女子始终不言 思来想去 他们想到了一个人 康熙皇帝 秦敖拜 薛三番 脚平格尔丹 收复台湾 他建立的功勋 堪称是古往今来 为数不多的皇帝 但很少有人知道 平日里 康熙也喜欢钻研古籍 他在未登大宝之前 对于玉石十分钟爱 经常搜罗天下奇珍 摆放在宫里 由此 专家们怀疑 这块如意是康熙的 当然了 这只是猜测 如意的品相才是关键 仔细观赏这枚玉 通体纯透 是上好的和田玉 雕工精细 纹路细腻 刻画均匀 能把玉石打磨得如此通透的 除了皇家工匠 也想不出其他的了 应该是乾隆身边的贴身之物 听到乾隆皇帝的宝贝 现场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 女子脸上的表情 也充满了激动 专家接着道 这要是你爷爷留给你的 那你爷爷的身份深不可测呀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见女子还是不言 专家问道 那你知道你爷爷和慈禧的关系吗 此话一出震惊全场 难道女子的爷爷 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竟然能跟慈禧攀上关系 那么他带来的这件玉如意 究竟是真是假 为何能让专家说出这种话 祖传玉如意 竟会跟慈禧有关系 绝对是皇亲贵重 女子带家传玉如意来节目健保 专家看后惊慌失措 忙问爷爷什么来历 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 只听专家说道 经我鉴定 这是件真品 这件玉如意 可以称得上是极品 要知道 像这种极品玉器 基本上都是在宫廷使用 在清朝 慈禧十分喜爱玉如意 据说当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臣时 仅仅是玉如意就收到了八十一件 可见玉如意深受慈禧的青睐 听到这里 女子不禁问道 那跟我爷爷有什么关系呢 专家不紧不慢地说道 正因为慈禧太后十分喜爱玉如意 所以只要有品相极好的如意 基本上都在慈禧手里 他也会将玉如意用来赏人 所以一般不是高官大臣的人 很少能够接触到 听到这里 女子恍然大悟 原来专家说的是这个意思 事到如今 他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女子也坦言道 我的太爷爷 是光绪时期的内阁大学士 此言一出 引起了不小的议论 太爷爷因深受慈禧老佛爷的赏识 特赐了这块玉如意给他 他太爷爷一辈子视若珍宝 如今传到他手里 已经过去了四代人了 听完女子的故事 专家们喃喃道 怪不得这好东西落在你手里 随后女子则问出了 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 既然这件玉如意这么有来头 一定价值不菲吧 专家您给估个价吧 大概是多少钱呢 专家听后却说道 这个价格我不好说 毕竟你这件品相极佳 拍卖的话上亿都有可能 听到专家的回答 女子的喜悦之情易于言表 但接下来专家画风一转说道 虽然这件玉如意价值不菲 但我建议你上交国家 我前面说到了 这件如意可能连慈禧都用过 所以十分有研究价值 并且这件品相是不可多得的 上交国家的话 也算是做了贡献 女子婉言拒绝 表示自己会考虑 随后带着如意下了台 究竟女子会不会听从专家的建议 将这件传家欲如意 上交国家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